胡先生,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有一个疑问,就是田田跟你在一起的时候,他不回家的时候,你有没有给他的父母亲打过电话,告诉他们说田田在我这儿,或者跟田田说你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去报个平安? 有过,但是不多,他有时候跟他奶奶也打电话,跟他父母也打过电话,但是客观地讲,就是确实不是很多 你刚才说,你们当中有很多不得已的事情,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? 第四次就是来骚扰我们,来侵害我们的时候,第四次就是通过检察机关,公安机关把我们交到派出所 头天下午,我们在一起见了面,然后我又是回避了,检察院的领导,跟我们派出所的领导,跟田田,跟他父亲,还有他一个什么旧公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,也把这个事情又再核实了一遍以后,然后那天下午就没调节好 那天就约好了,第二天八点半,又到派出所来,再继续调节 然后那天他们就带了三十多个人,我是被堵在办公室里面的,跟我们检察院的领导 我们在那里就是说协商,怎么解决这个事情,就是说要田田也写一份声明书 要我写保证书怎么样,然后把这个事情繁衍真相,给大家父母也好 给大家也好,有一个事实明白的那个真相 然后就是就在那个恰恰九点半左右,九点半左右,十点钟左右 反正就是呼呼啦啦,就是来了,据我们那里的人说,我是堵在办公室,我也没机会数 就是我们在最里面一个办公室,就来了将近三十号人 在那里又哭又闹,情绪很喧哗 听别人说就是有要跳楼的,有要撞墙的,有打滚的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他家里起来的人,我也不知道什么人,我也不认识,是吧 然后在我们围攻我们公安机关 然后我们公安机关的同志呢,就跟他们做解释工作 将近一个小时,然后他们情绪越来越激动 然后怕出事,然后他们就跟派出所签那一张领轮条 领轮条 他们强行把人带回去,出来问题 与派出所无关,这个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父母那么反对你们在一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事情呢,就是说我,他们第一次到我那边,到我那里去呢 就是说我为了,我答应了田田 他说如果他家里对他比较粗暴,比较野蛮的手段,强行 把他,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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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,就是说那种,那个抢走的话呢 他说要,要我保护他 然后,然后把这个事实经常增加我们政治派出所的同志都在一起 跟他们合成清楚也要,什么,他们都在现场